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糟糕不是停几天 我讲Arcadia 有没有住Arcadia 或是Pasadena 你就知道我在讲 好像六七年前的事 San Marino 很可怕嘛 然后停电好几天没有电 然后就去加油站加油 加油站都加到没有油 你很难想象 南加州地区有加油站没有加油 然后超市东西没有卖 然后更惨的不是那个 他们冰箱没有电对不对 食物都坏了嘛 然后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那个电力公司有个Announcement 宣布说礼拜天会来电 那Jimmy很高兴嘛 就没有电 他就把东西都丢了 因为坏掉了嘛 然后礼拜天真的来电了 然后去超市买东西放下去 结果礼拜又提了 再丢一次 所以很惨 这就是强风造成的 什么风 San Mari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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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我们 各位如果你有这个APP 他就会警告 事实上前几天已经有警告过 前上个礼拜不是Riverside发生大火 很神奇喔 现在科技我跟各位讲真的太神奇 以前森林发生野火的时候 加州长时间一年比一年严重 可是最近这一两年 因为有一个pattern出来的 什么叫pattern 就是有一种发生模式 比如说先是有一阵高气压 然后再来有一阵强风 然后再造成森林发生火灾 所以现在就可以有预警系统出来 就是森林野火你可以提早预防 今年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两天前就我收到预防 警告南加州会有野火 我说今天有假的 结果两天之后Riverside真的 很多人家无家可归 我在两天前就收到预警 听懂吗 来加州 那北加州更惨 我们 对 我们早上有一个 Annie Erika旁边那个Annie 他儿子是医生在 那个Haven City 有没有 北加 北加 在靠近那个Napa那一头 前两年 都烧了 他是高所的 结果十个方法都没有了 都烧了 那现在有预警 以前是没有 对啊 你只要有预警 他就会告诉你 那地震有没有预警 那地震有没有预警 你确定 地震有没有预警 有 地震有没有预警 有 这几秒多 那谁找预警 各位啊 如果你去研究中国历史 在中国古代有人叫张衡 张什么 张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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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张衡 张衡就发明什么 魂天地动仪 对地动仪 有没有 这就是预警系统 中国人以前很聪明 那现在日本人 日本人 已经在日本的全国 各地方都设了感测器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个范例 在日本的好像北边 好像北海道附近那边 有发生地震对不对 然后大概十秒 九秒钟左右 那个余震一直到东京 之前的九秒钟 让那个高速的地铁停下来 然后地震就开始发生 这是日本真实的范例 有九秒钟的时间 让你去比如说开什么做预防 至少那个电车没有出轨 这是日本真实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Berkeley也在做这个 UC Berkeley也在做这个事 那在外海会有海啸嘛 所以有海啸预警 有地震预警 有什么 所以各位有机会 我们回头去再上这个 这些 包括气象这些我都可以 有机会给各位分享 你怎么看 我们南加州其实 比较幸运的是 我们只有偶尔会发生地震 可是我们没有太多风灾嘛 那如果你在台湾 你要会看懂气象雷达图啊 各位看懂吗 看不懂啊 没办法啊 你不是海军啊 所以你看不懂 我们从小不晓得嘛 比如说暴风半径多少 他行进的轨迹 你都知道 这会造成风灾 那在美国也没有Hurricane 有 有很多 只是各位遇见嘛 我们南加州很少发生 墨西哥 在德州 你知道在 对 美国的西海岸比较少 对不对 错 美国的西海岸 我们这边纬度比较高 你到纬度低一点 到墨西哥 那边很多预风 也在西海岸 只是我们在南加州得天独厚 各位知道吗 我们在南加州 如果你把墨西哥往下走 同样靠太平洋也会有预风 在加勒比海那边也有 这边没有 还是这边 好 那就要感谢我们美国的先生先贤 什么意思 从墨西哥手上抢过来 好 那这个另外有时间讲 这个都是跟风险有关 好 我们要赶快来讲正题 我们今天在讲益上面写了什么 刚刚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 其实上礼拜他就问 我把它列在这边 Google跟Google com有什么差别 来 有什么差别 一个是比较快 一个比较快 错 Google跟Google com有什么差别 一个搜寻 搜寻区 你要不要上课 Google跟Google com有什么差别 Google search 一个浏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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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search engine 一个叫browser 那你还没有回答问题 来 browser跟search engine有什么差别 browser跟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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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差别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有两个都找东西 错 找东西是什么 Google Google 是search engine 是Google 那看网页 谁咧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Google Chrome 那叫browser 我们以后会发时间 再来讲这个细节 那我先回答同学 这两者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找东西 你就在Google search 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个网页 直接打进去 那你直接在Chrome 里面就可以打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Gmail system 各位有没有双方的Gmail 我上礼拜有讲 唯一的邮件 一个人可以几个accounts onlimit onlimit 有没有 大安不安全 不安全 不晓得 我们等一下要讲 我这样好 我等一下讲 因为这个更精彩的 在第三个 各位看一下第一页的下面 line app line app 是什么 来 你先注意听 line app是什么 line的应用软体 这个应用软体是干嘛 社群 社群网站 社群网站吗 这个是应用系统 这不是网站 这是让我们去跟别人 很有效的沟通 沟通嘛 比如说我要传奖益给各位 我用什么奖益 什么东西 line app 比如说我要把这么精彩的 实况教学录影要分享给各位 怎么做 从line app送给大家 对 那比如说有骇客要把病毒丢给你 怎么做 也是mine 也是mine 比如说 你傻傻的不晓得去扫描一个QR Code 结果你中标了 那是什么 也是mine 所以它有很方便 对不对 它也带来什么 恭喜 什么贡献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中过 因为我中过 恭喜你 我中过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上我的课 一定要等到受害了之后才觉醒 才知道 台湾会本来有这么好的老师 除了以为老师之外 还有一个电脑 请问你分享一下方便吗 你怎么受害的 因为小朋友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 就是小朋友去download免费的游戏 那玩一玩以后就中毒 电脑就当掉 那跟line有关吗 不是我是说我中过毒 ok 那跟line有关 老师我们公司 说一次有中毒 是公司 我们经常上网去拿东西 但是谁一个拿了这个东西 拿了这个毒不知道 但是我们公司的所有的电脑都当了 都不能用 他是先可以用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然后就锁住 全部都锁住了 后来我们找了一个IT人 结果呢 结果收钱 我告诉各位啊 你们这些都小事情啊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政府 被骇客勒索了 最后保险公司帮他赔钱 否则美国有很多小的tom 他的公共服务 什么叫公共服务 比如说你可以在网路上 搅水电单 你可以在网路上申请 有一些application 比如说你要申请什么表格 对不对 这些都要透过什么 网路嘛 网路嘛 internet嘛 对不对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 这些小的city啊 或是小的county啊 他没有能力请那些专家 就像我这种 懂得防范的人 懂为什么 这种人不多哦 懂观念又懂得实作人不多 他们就去买保险哦 有一种叫骇客险哦 听懂吗 所以最近这几年 现在美国的国土安全 不已经介入调查了 因为这个问题很严重 很多的小tom 包括加州包括福利达 整个crash的 所以他们在礼拜六的时候 下班的时候还好的 礼拜天crash 礼拜一上班 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那个city或者康体的人 就会收到一个邮件 如果你想要恢复你的system recover 要怎么办 付钱 付什么钱 比特币 听懂吗 比特币啊 他拿到比特币以后 这个骇客很手心用哦 就开了 就开了 然后呢 你也抓不到他 不是抓不到 然后如果这个city啊 请我当顾问啊 我就会告诉他 下面要怎么做 就那些city啊 反正保险公司赔嘛 就第二次又被害 那就不是小小的比特币 还更多了 所以很严重啊 因为没有这个观念 听懂吗 这个是在美国最近 发生很多事 只是city的service而已啊 你不要讲到 national security啊 national security更高啊 比如说总统的选举啊 国家安全啊 还有很多分的问题 那我们 那个我们就不方便 那这些骇客 是国内的吗 是美国自己的 骇客有国籍吗 没有 骇客有三种 我说这些汉德被害是 后来没有找到 都是美国自己的 不是 这些新闻都可以查到啊 你可以上google去搜索 就这两年发生很多 我被乌克兰害过 我被乌克兰的 骇客害过 那不代表那个真的是乌克兰 OK 骇客只有三种啊 跟国籍没有关系啊 男人女人 还有呢 男人女人 骇客有哪三种 红侠人女人 不 骇客只有三种 戴不同颜色的帽子 第一个叫做黑帽 白帽 还一个叫灰帽 这讲下去很深喔 不过各位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黑帽骇客就是专门在网路上 做一些不法勾当 白帽骇客啊 是他有这个技术 可是他不会害人 有点像我这样子 懂不懂吗 有这个技术我不会去害人 那政府单位就要 请这种人去做防范嘛 那什么叫灰帽骇客 介于两者之间 对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是正常人 有时候是正常人 然后初一十五变狼人 你以前有没有碰不动男朋友 没有吧 老师 我朋友他遇到过 他是在line上面 因为他为了那个communication 所以他跟他家人的join 就有一天 他就是一个朋友告诉他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忙我去买那个gift card 后来他说因为生恩扮演 他没有办法去银行领钱 他就真的买了gift card 然后钱就被拿走了 这常常有 不过现在这种事情比较少 因为这种事情都已经五六年七八年前 现在骇客的等级不是这么low了 没有是去年 对啊 那个是很low的骇客 所以这种东西已经大家不太会用这种 但我现在讲的比较新的 最近发生的事情我写在这边 各位看一下 line我都会要求我的学生都要装line 对不对 我刚才讲我是不是把所有东西 大部分东西都用line分给各位 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如果没有加入群组 我都会要求大家加入群组嘛 请问你还记得怎么加群组吗 QR Code QR Code Scan QR Code 那歹图就利用这个方便性 QR Code scan 是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很方便 对啊 真的很方便 你一scan 你就拿到那个link 就直接连进来了 那我也教各位 如果你回家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电脑的line 可以 你是第一天来吗 不是吧 我都有教各位怎么样用电脑的line吗 不记得吗 有啊 怎么用 在电脑上安装完之后 你只要扫描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用我的电脑来做示范一下 我电脑上是不是有安装line 我把line打开 电脑上的哦 不是手机的哦 打开之后 它就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lock in 什么意思 它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我登录啦 怎么登录 拿手机去照 各位看到没有 在这边 我把line的程式打开之后 我是不是要登录我才能用我line的账号 是不是 没错啊 对 没错 好 那我如果这边有一个QR Code 我是不是可以拿手机扫描就登录了 怎么做 我之前教过各位就是把你手机打开 然后把line打开之后 你直接到那个France 有没有 在右左下角有France 进来之后按加号 Scan Scan什么 QR Code 电脑荧幕上的QR Code 我现在不碰我的电脑 我没有碰我的电脑 我直接拿手机对整 各位可以看到我右边的镜头对不对 已经弄了 弄了 我叫Long 叫Scan 按下Longing 我都没有碰电脑 它就自动登录了 有没有 很方便嘛 要不要打帐号密码 你也可以打帐号密码 因为你登录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打邮箱号码 再打密码 那你也可以用我这种方法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嗯 所以这样子登录的时候 你可以在电脑上用 用什么 看你的讲义 看你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基础班 了解 你第一天来吗 上次没有 不知道 上次打瞌睡 不是上次太多了 脑袋已经short 是是是 那今天多不多 今天也很多 今天有监视到这个讯息了 是是是 今天也不少 那下次也要跟我讲说 老师又休斗了 开玩笑 能学多少就算多少 好我点到基础班之后 我就可以进来了 进来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就有 我LINE上面的聊天记录 有没有 比如说我要打开讲义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save save之后我就可以存在我这台电脑 这是不是老师给各位的讲义 在群组上 我按save 它是不是就存在我这台电脑 对 会比存在手机好还是不好 好 为什么 螢幕太小吗 手机的螢幕好小 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这空间 这个很没有 空间 对 空间比较大 所以你就按save 再回到家里 就把麦装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利用家里面的电脑 不管是不是笔记性电脑 还是桌上台式电脑 DESTA都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open 有没有 open file 有没有 open folder 它就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讲义 可以在电脑上去看讲义 那你可不可以在电脑上看老师给各位的影片 可以 可以 确定吗 确定 上去了吗 对老师放上去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影片之后 你可以看到有个连结 有没有 有四个连结 比如说我要看上礼拜的天下围攻 有没有看到 有 为什么讲天下围攻 就是他学的影片 因为是50 你懂吗 好 好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影片在我的电脑打开 然后直接 来研究一下这个SpaceD这个APP 这是进阶班的手机的 手机的 摄影的一些概念 手机的编辑照片 把照片掌描下来 我们马上要来 这个帅哥是谁 所以我们在电脑上也可以用 那因为很方便 所以歹徒就利用这个方便性 所以他从QR Code 如果你傻傻的在某些地方去扫描一些QR Code 理论上你是不是连到一个网站 对 但是比如说你连到一个网站 或是怎么样 他可能会就会有一些东西叫什么 我写在这边 看懂这句英文吗 看懂这句英文吗 来 我们请英文老师 来 英文老师也是你 台语老师也是你 这位老师 来 就是这个事情实在太好了 不可能是真的 对 简单讲的叫什么 不可思议 你想得美啊 美的冒泡啊 对 对 所以当你上网的时候 尤其男生要小心点啊 太养眼的时候要注意啊 那通常都是包藏祸心 有没有 比如说有些东西 你看到的东西是好像很好 有没有 那你就傻傻的 比如说 比如说他会alounce 有hold count的现实下载 免费的sticker 有没有 前一阵子还有什么 免费的start buck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没有 所以这些免费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各位以前我们在夏兵 mall 去中庭都会看到有一辆豪车 在中庭然后围起来 旁边有很多人在写什么 抽奖 抽奖 那请问你写了是不是 有机会中奖 有 中奖给那个 你以为人家投卡派起 你写一张要不要花钱 不要 这个叫tuku to be true 你写一张丢下去就有希望对不对 你这个叫做victine 有没有 就成为受害者 什么受害者 电话诈器 你的personal information 你写的是真来假的 真的 至少你会写一个电话是真的 不然你怎么抽奖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陷阱 你写了一张就会中到一个车子 那你就好像那一个在大海里面快乐游了一只鱼 看到有一只鱼鱼就咬下去 结果呢 被钓 听懂吗 这个就不错啊 网路上钓鱼的太多了 钓鱼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上网会看到常常有fishing 有没有fishing不是这样 说真的钓鱼 是在网路上他设了很多陷阱 让你去上钩 所以这个时候我刚刚讲的awareness 叫发生作用 有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吗 天上会不会掉线饼 不会 天上掉下来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什么蚕 什么蚕 蚕蚕 什么蚕 这位小心一点啊 小心一点啊 这个怎么勒索比特币那个 他有得到钱 当然啊 像这个的话 这一类普通那种骇客 他得到什么 他得到很多 然后你卖圈 卖广告啊 他得到很多 我随便讲一个例子好了 卖给别人 那个都是小咖 你也很有可能有一天被警察传唤 因为你家的IP 比如说你在家受害 他在你家知道你的电脑 你在家上网 有没有 你是透过这个 你会上到某个网站 他知道你是透过什么路径 会有一个IP address 骇客利用一个技术叫跳板 跳板听懂吗 他把自己隐藏起来 用你的跳板拿去做勒索别人 懂事吗 比如我们刚刚举那个例子 那个警察去追 那个骇客的时候 追到有一些人 他说我没有做这个事啊 那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的电脑被绑架了嘛 人家在暗处 用remove的方式 在他电脑上发起攻击 这个技术叫跳板 因为他把自己隐藏起来 利用你这个身份 去勒索别人 那警察最后找到IP 是找到害客还是找到你 找到你 找到你 就好像身份冒用嘛 在美国现在有一个叫做 identity thief 有没有听过 识识上的identity thief 就是你的驾照 或是你的social security card 或是什么呀 或被人家怎么样 确定吗 你有招用过吗 有 我女儿有 有嘛 有就很麻烦哦 有真的很麻烦 为什么 你要证明你是被害人哦 那往往人家拿你那个去做很多 不法的勾当 比如说他申请信用卡 那都有小事哦 他如果拿那个去犯罪 你就有一个记录哦 比如说拿去诈欺 警察没有破案 只是在你那个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有叫做 security bureau 会有那个三个信用调查报告公司吗 哦 by the way 信用调查报告公司 自己就成为害客了 自己就被害了 好 如果你的social security 被人家拿去当做犯罪工具 那人家举报的时候 你在那个信用记录上就留了一笔 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你去申请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没有过 那怎么办 为时已晚 听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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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这边搜索的时候 你不只用这个QR Code 你还可以用电话号码 那这样电话号码也可以找到 这个里面不是也很危险 电话号码相对QR Code安全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接可以 不是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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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Code是很方便 你一扫描以后 你一扫描以后就上去 电话号码 人家要盗用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手机 常常要做security check的时候 就是安全检查的时候 通常他会要求你 要提供你的唯一的电话 听懂吗 这个电话 他打进来或传简讯 确保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手上的电话号码 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是唯一的嘛 所以比较安全 可是有的就是要求说 要你的G秒 对 那个叫做双重身份的确认 我们等一下就讲G秒 我们等一下会讲 我们先把line讲完 line各位看一下奖意 那老师请问 如果QR Code的话 人家要跟你扫描 对 那 如果你认识的人 比如说你来我班上 你老师说你加入群组就扫描 那比较没有问题嘛 如果在街上 在街上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例子 比如说你去中国大陆 比如说你支付都拿那个什么 微信支付啊 有没有 扫描一下嘛 支付宝 对 支付宝啊 微信支付啊都很方便啊 那会不会有风险 有 如果是陌生人啊 你叫小心啊 如果是陌生人 因为你事后发生问题的时候 找不到人 你可能损害是没有办法去 我刚讲那个四个风险的观念嘛 我们刚刚是讲四个风险观念 你要去判断这个风险值有多高 如果你是认识人 至少事后发生什么问题 你可以找得到这个人 这是风险的观念 如果不给他扫描可以吗 好 在中国大陆比较麻烦 我一直给不认识的人 扫我的那个手机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最好不要 所以 手机这个事情啊 我在讲啊 比如说有 我刚刚举例子啊 我先把刚刚的例子讲完 到了大陆以后啊 你出去叫这辆车 你没有行动支付的话 你叫不了支援车 你说要给他现金 他有时候不收哦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比较麻烦 比美国还进步啊 他们的金融的 行动金融啊 这方面 因为他们信用卡 我们刚刚讲那个 就是讲 就讲到历史啊 我之前不是讲那个 信用卡公司被盗了嘛 然后中国开始就建立他们的信用啊 因为中国长时间以来 没有信用制度啊 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嘛 可能他们发展 社会发展 金融发展到一个程度 比如说你要贷款啊 你要借什么东西啊 你都要用信用标打包 所以他们从美国駭客 带回去建立了嘛 可是他们发现 那个建立起来要长时间 所以他们在手机上 用行动支付来 等于玩到超车 听懂吗 他现在已经超到美国之前了 行动支付 在美国是不是有什么 Apple Pay 他都没有中国大陆那么方便 可是 可是 我在看的问题是风险啊 各位是看风 看这个 我是在看这个 所以中国大陆 你现在去叫街车 你没有办法用现金 他是希望用行动支付 听懂吗 好 那你刚刚的问题是 你如果 我想起来 如果你的手机可以 比如说有人 比如说有人啊 陌生人 哎 我手机掉了 你去被借我打个电话 那你要怎么处理 我手机没电 我看看 骗人 我就是不敢 你以为对方是瞎子吗 那好吧 不要借 不要借啊 不借啊 你刚才讲说 Stan老师说的 我做坏人就好 不要借人 如果真的你很可怜他 你帮他打个电话 对 你帮他打个电话 他电话真的没电 我有话 小孩 你愿意帮忙 你就用 把风险降到最低嘛 那就不方便了 什么叫不方便 这风险在我自己掌控嘛 他打给谁 我帮他拨 他讲什么话 我帮他讲 比如说你这边有一个人 叫他什么 然后我顺便把ID先照一张 听懂我意思吗 万一我打电话去 变诈骗集团 我先照他的照片 我刚刚不是讲跳板的观念吗 你有可能变成受害者 那人家收到一个电话 可能是诈骗电话 你变成家害人嘛 听懂这句话吗 你打通电话 最后警察找到是你 你为什么打这通电话 你说你帮某某人 你可以举证吗 不行 所以我有驾照 可以举证 听懂吗 所以这个叫做风险观念 你有风险观念 你知道会有不方便 不方便至少比后会好 对对对对 要不然就像你 脸皮够厚没变 对对 听了没 我不懂英文 我真的有试过 有个小孩子在某那边等 他说我没有电话 那我真的帮他打电话 给他家里人来接的 但是我也试过 我真的 某在某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就教你啊 墨有security嘛 你叫security来帮他处理啊 你不要自己处理嘛 你在墨很好处理啊 听懂啊 所以 所以你去找 防人之心 那个安保 安赫 害人之心 我们要走 我为什么讲那么小事 老师 我是那种很激婆的人 我常常很重要 给人家帮忙 你应该有这个观念 如果你很激婆 我不用说你不应该激婆 可是你应该有这个观念 如果你越激婆 你越没有这个观念 你是在害别人哦 害自己 害人害自己 对 你可能也害到别人哦 我可以讲很多例子 但是我们今天不要讲 如果你没有风险观念 你可能在变成加害人 害别人 你是出以好意帮助别人 可是你可能间接帮助 会害到人 听懂吗 老师 像说有一位 大概二十几岁男生 按电力 说他没有手机 那个千万不要开门 这很危险 他说可不可以帮我拨电话 门都不开了 然后手机给他去拨 那有没有关系 不行 他把你手机都拿走 没有 没有拿走 他真的在拨 那这样怎么办 你运气没有变成受害人 对 千万不要做这个 门都不能开 风险很大的事 哎呦 老师 你这么说有危险 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忘了带手机 或者我上一次发生 碰撞车子 我没电话 因为我忘了带电话 所以那个人就借他的电话给我 我就拨了打电话 那我怎么办 有时候人家你也不知道 因为人家帮了我好几次 我都是这样 我也试过帮人家 我没有说你不帮忙 而是说你要先考虑这个 先考虑这个 比如说 如果不想承担这个风险的话 那 那个人出车祸 那个人是不是故意撞你的 还是你故意撞他的 不是嘛 是我撞的 不小心嘛 所以这个风险值很低嘛 听懂吗 听懂 对 对 对 那个风险值比较低 我没有说没有风险 那个风险的 pacibility 各位知道我看 几率的问题嘛 你去撞到人家 那个人 你又没有手机 你当然要借他手机 他借你是应该的 因为他也要报警 或是要找保安公司 你要给他驾照 对不对 对 他看你的驾照 你有没有驾照 我之前跟老人家上课 我跟老人家上课 包括你啊 老人家 出门 出门要四个字 身手要钱 身份证 手机 钥匙 钥匙 钞票 钱包 你有没有 请问你这位老人家 有没有遵守我 身手要钱 没有的话 至少要带手机 手机 如果没有的话 至少要带手机 为什么 因为你把驾照 scan在手机上 然后 用apple pay支付 有没有 当然美国很多 就是信用卡 直接支付 所以至少身手要钱 听懂了 我们不要讲太多题外话 可是 我跟你讲这么多事情 我已经交代你 这个东西 你要先考虑 awareness 有没有 是不是可以 可以理解 好我们赶快 回来讲line 我们还要讲google 可能google没有时间讲 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 page 2 page 2 page 2 有没有 page 2 下面第二段 我们必须知道 恶意人士 或是诈骗集团 会怎么造 怎么盗用诈 有没有 各位自己看 我来讲一下 在我的line 上面 各位 最下面是不是有四个图 好 你们今天时间不够了 各位问题太多了 好 没关系 我希望各位 至少把我们重要的观念 都要学会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要保护各位 要建立正确的风险观念 好 我们把这个 讲义打开 好 讲义打开之后 各位看一下 最下面是不是有四个图 是 是不是有四个图 是 第一个图是什么 是 设定按钮嘛 从莫进去 对不对 对 第二个图呢 设定进去 检查什么 客人的帐号 有没有 第三个呢 进到客人的帐号 检查自己的帐号 Document for the device 你们介绍自己的帐号 检查自己的帐号 然後看device 進到device之后 thirds 如果你被人家 倒用身份了 好 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 莫名其妙的device 在用你的那一帐号 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知道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各位 注意看 注意看 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Line 秀到电脑上面 各位看一下 好 这边是我的Line的手机的账号 不是 手机的画面 有没有 怎么进来 怎么进来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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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是不是在第一个图给各位了 摸摸进来 进来之后